36. 經濟日報 六股動蕩留意五風險 1. 籌碼結構編重散戶 2015年7月12日投資大勢AEP熱業庭均 儘管中國股市近來暴跌後大幅反彈 但投資人不應失去危機意識 因為六股上未完全走出困境 指名投資人伊爾艾朗Mohamed Elberian表示 中國政府接下來除了要穩定股價 還需引渡因股票停牌與當局干預 而產生動蕩的市場 恢復正常功能 安聯MHF集團首席經濟顧問伊爾艾朗指出 美國投資人應留意六股動蕩所引發的五種風險 第一 先前過度大幅上漲的六股正列經典型的市場修正 雖然六股近來急跌百分之三十引發全球關注 但地幅仍比先前驚人的漲幅還小 先前六股大漲的後段漲幅 多由散戶進場與融資多單帶動 第二 六股的動盪不僅與價格崩跌相關 也與市場功能相關 六股修正最令人擔心的一點時 它與大量股票停牌 大量直接干預 政府與勸商進場操縱等市場缺陷密切相間 第三 最立即的威脅 包括不利的財富效應 股價跌導致財富減少並減損消費 會引發的經濟成長阻力 以及造成中國金融自由化進程倒退 依以艾朗指出 六股大跌環可能進一步造成社會與政治後續效應 例如許多散戶政責怪政府鼓勵它們投資 未盡保護之責 第四 中國政府有眾多工具可重新控管程勢 有能力 也打算利用管理工具 動用其他輔助措施 例如嚇阻賣方與徹底禁止特定市場活動 以補強直接一注現金的不足 第五 重新控管程勢有其代價與風險 政府對市場運作的直接干預愈多 經濟發展要付出的代價也愈大 因為經濟需要更多自由化措施 邁向市場體制 才能引導中國轉型為中等所得社會 依以艾朗指出 中國外日效應對美國與美國投資人的衝擊 比希臘問題環繞大 因為中國經濟如果受瘡 將衝擊對美國出口的需求 有損美國企業獲利